稀里里,我是专马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星灾变》第一季第七集哦 上集末尾,沉迷恋爱的马泽尔白蜜一书 眼睛被保罗夺走 马库斯袭击了马泽尔 最后一季时刻,马库斯听到了神的声音 最终没有报废马泽尔 堪皮恩寻声赶来 幸存者们当然不把这小孩放眼里 忙着按照马库斯的指示 把没有了攻击性的母亲关进两仓 身手敏捷的堪皮恩 抢过一把枪威胁众人 敌多我寡,这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 母亲就在这时候 还不忘了call back上集堪皮恩和保罗打架后的教育 告诉堪皮恩,暴力无法解决问题 最终,母亲和唯一的土著 堪皮恩分别被关进两个粮仓 米特拉教的幸存者们正式占领了家园 保罗成了这一站的大工程 顺便作为一个已经住下一阵子的前辈 还接下了家园使用向导的职责 他因为讨得父母欢欣,非常开心 马库斯也很为儿子骄傲 苏的想法却不太一样 他时刻记着自己只是用了假身份 其实是个无神论者 只想快点找机会离开米特拉教的人 他们一家三口齐齐整整的生活就够了 苏觉得马库斯自从当上领导就越来越膨胀了 想说追捧是人之常情 他也理解 但米特拉教的人可是他们的死敌啊 这群人毁灭了地球 他们如果继续与教徒们为伍 他们就是无神论阵营的叛徒 苏劝马库斯赶紧行行 之前在母亲的精心处理下 父亲重用到的伤口都被处理好了 父亲还能用 马库斯不慌不忙地改变着父亲的程序 表示把两个安卓改写成他们的手下就走 毕竟跑路以后 他们也有可能面对米特拉教徒们的追击 似乎是因为先前神的指令 马库斯对死灵安卓母亲的感受变得很特别 他坚持不毁掉母亲 当然表面上他只是和苏说 有个死灵安卓护身更安全 天亮以后 马库斯独自来看了母亲 母亲和马库斯摊起了条件 他可以让出保罗 并且从此以后各自安好 但马库斯要把其他孩子还给他 让他们离开 看着眼前被五花大绑的母亲 马库斯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自信 提这种条件 无神论阵营的人一般都会在脸上刺青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 原来母亲第一次见到马库斯的时候就侦测出了他是无神论阵营的人了 这也是当时母亲大屠杀时独留马库斯一命的原因 母亲深情表示我们都是以建立无神论文明为目标的人 我们是同志啊 放了我吧 马库斯被看穿真实身份 反应却是慌张的 他故意转移话题 问母亲在模拟器里干什么 是不是感受到了现实世界无法满足的美好 马库斯这话显然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他是真的越来越适应米特拉教军官马库斯这个身份了 离开粮仓后 马库斯嘱咐开门的手下 以后除了自己 谁也不准进去看母亲 家园成为了米特拉教徒们的新家 孩子们重新戴上了太阳项链 父亲也被改造成了一个完全听话的家政安卓 坦菲斯特很关心被关着的坎皮恩该怎么办 士兵表示他得先接受受洗 加入米特拉教 现在的话坎皮恩还算异教徒 孩子们被禁止接近他 坦菲斯特显然早就对米特拉教十分不满 在家园生活的时光 让他对父亲母亲产生了正面的感情 士兵一走 他就摘下了代表信仰的项链 不顾其他孩子劝阻 他要去给坎皮恩送点食物 坦菲斯特告诉坎皮恩 教徒们会释放坎皮恩 但他要发誓相信太阳声索尔 说别人爱听的话 有时候这就是得到自由的代价 坦菲斯特离开后 坎皮恩的耳边响起了霍利的声音 粮仓里原本挂着的异形尸体下面 忽然多了一个霍利的娃娃 坎皮恩发现 上面绑了个可以当作武器的尖牙 霍利的声音告诉坎皮恩 杀死现在的父亲 全家就能团圆 另一边 保罗在院子里用石子打出了好几座房子 说是自己在梦里梦到过米特拉教城市的样子 保罗的建筑模型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家园很快成为了米特拉教新都市的施工现场 女基斯忍不住感叹 经书里记载的解开米特拉奥秘的男孩是个孤儿 莫非经书有误 当然上帝视角的我们和马库斯夫妇知道 保罗确实是个孤儿 马库斯夫妇也隐隐觉得 保罗或许就是奥秘中说的那个开创新世界的孤儿 马库斯开始了改造母亲的工程 母亲坚信马库斯是不可能成功的 得知马库斯也是一个孤儿 他顺便开始刺激马库斯 说他不可能养育的好孩子 就像我们现在说原生家庭对人影响深远一样 母亲认为马库斯这样从小在水深火热里长大的孩子 所做的每个决定都会是自己的利益优先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有些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创伤 母亲的话对马库斯来说字字扎心 他被激怒了 他愤怒的想杀了母亲 耳边却又开始回荡让他活着的秘密之音 这时候保罗跑来叫爸爸一起去参加坎皮恩的受洗仪式 马库斯却陷在自己的情绪里走不出来 失控的推导儿子叫他滚远点 受洗仪式开始了 坎皮恩原本还配合着念祈祷文 可当他发现教堂的主台 竟然是用曾经伙伴的墓碑搭成的 女祭司还说着无信仰者死后没有灵魂 不用再以这样的话 坎皮恩怒了 他拒绝受洗 被改写的父亲亲自押送坎皮恩回了粮仓 两人独处的时候 坎皮恩本有机会攻击父亲的 但他没有这样做 他内心深处希望 曾经那个为了孩子们连性命都可以奉献的父亲 还存在于这个安卓区体里 与此同时 马库斯越来越分魔 他甚至神兜兜的对来质问自己 为什么打儿子的诉说 他能有今天全是自己的功劳 为了保住现在的地位 马库斯还是决定要销毁母亲 他让父亲拉伤母亲 准备把母亲丢进林子深处的深坑 母亲被拉出来的时候 还对士兵手下说着马库斯是假冒的 虽然马库斯声称母亲学会了说谎 把事情门混过去了 但这也让他更加确信 必须解决了他 马库斯领路 父亲拖着母亲 三人抵达了深坑 就在这时 神的声音又在马库斯耳边响起 单曲循环着留母亲活口 在神的旨意和个人利益面前 后者赢了 马库斯笃定的下令 推 咦 这是咋回事 话说这个父亲虽然已经被改造了 但是他的左手似乎还有一点bug 食指总是翘打个不停 仿佛曾经那个父亲的意志 还在这根手指里一样 或许就是那个父亲 靠着最后一丝的意志 拉住了绑着母亲的绳子 母亲开始爬绳而上 这个时候的马库斯之所以没空大力准备拖出的马泽尔 是因为他迎来了一个对手 不是别人 真是曾经的自己 两人一顿互殴 最后马库斯腹部中刀 而曾经的马库斯 圆明凯勒布则消失不见了 在马库斯内心互斗的这段时间里 母亲离开了 那个曾经的自己 就好像是出来拖延时间 阻止马库斯杀死母亲一样 马库斯耳边再次回想起 放过母亲的细语 看来他反抗神语失败了呢 但母亲离开 威胁自己身份的存在也算没有了 马库斯不再纠结 家园里 保罗无意中在自己的石头建筑模型里发现了小白鼠 小白鼠之前分明掉进坑里了 怎么会回来了 保罗相信这是太阳神的旨意 高兴地和妈妈分享时而复得的喜悦 而与此同时 手伤的马库斯回来了 苏观星地替他包扎 并且偷偷告诉丈夫 逃跑的物资杀都准备好了 他们随时都能走了 马库斯却改变了主意 说他们哪里都不去 如果说上集是讲母亲谈恋爱失守家园 这一集最主要讲的是得到家园的马库斯的野心觉醒 他失掉了那个无神论的自己 彻底成为了太阳神索尔的仆人 马库斯皈依宗教的过程并不是一天到来的 促使这个进程加快的最主要因素 是他听到了神的声音 神之音的本体是什么 目前还没有明确答案 它可能真的是更高级的存在 也可能只是影射一个人潜意识深处本我的声音 当然 介于这个声音 最近老实在说别杀母亲 个人觉得它真的是某个我们还无法理解的更高级存在 马库斯在反抗神域失败后 彻底的成为了信徒 凯勒布和马库斯的互殴 可以看作是神为了救母亲的干预 但某种程度上 这也是在隐喻无神论者凯勒布的转变 画面上看 这场打架凯勒布是赢家 留下的人却是马库斯 过去和现在合而为一 曾经的无神论者 现在真正成为了教徒 而这里精彩的地方就在于 马库斯尝试违背神的指示 看起来似乎是在做要不要信神的抵抗 实则只是为了保护个人利益 想隐瞒身份罢了 与其说他是在发现自己无法反抗神的意志后 而选择皈依 更像是找到了一个可以最大化利益的靠山 内心不坚定的人容易依赖信仰 这里的信仰恐怕还得加个引号 很显然即使神真的存在 一些所谓的信徒 也不过是借着神的幌子在满足私欲罢了 完全纯洁干净的信奉者 真的会存在吗 至少